皇室中庆会发放敬老金和奖助学金 希望启发大众饮水思源 高雄市皇室中庆会举办第十二届第三次的会员大会 各界贵宾与主管机关都前来共襄盛举 皇室中庆会多年以来不但深中最远 同时团结一致 启发大众要饮水思源 今天是我们高雄市皇室总会 所以宗旨大落成 来自全台湾各地方的我们的乡亲 有好多好多来住 加上我们高雄市总会的会员来共襄盛举 共有接近一千人 那我们当然会举办一些类型的 这些敬老活动还有奖学金活动 今天大概总会发出大概有 150万左右的奖学金跟敬老金 敬老大概我们以80岁以上的长者 中长为职 那学生以中低收入成绩优良的 来做起舍的标准 这次的会员大会也发放了 敬老礼金和奖助学金 提醒大家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百善孝为先 一定要尊重孝顺自己的长辈 也要懂得培育认真相学的孩子们 他们是未来的希望 史方新闻贵文曲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